大家好,我是坦克老师 今天我会来教大家如何使用inscape绘画软件来画第二部的基础班 还记得上一堂课我所讲过的基础班会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 所以今天我会来教大家第二部的基础班 在这一次的基础班呢,我们只会用到一个工具而已 那就是画笔,Vizier工具 它是我们inscape最关键的工具,也就是给予初学者们最难用的工具 所以今天我会来教大家如何操作这一个工具 所以首先我们打开了这一个inscape的软件后 请选择这一个Vizier工具在这里 所以大家注意界面的左上方会有几个模式 然后我们只要确保它是在第一个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呢其他的这几个模式呢我们暂时别管 因为过后我会一一的解释它们的用意 接下来我们在这一个画板上开始画 在开始前我们先把右边的那一个autosnap 也就是自动连接,也就是自动连接,先关掉 因为就是要以免打扰,我们暂时不需要它 所以按掉 好,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画板上的一个某一个地方 我们单击一下就好 然后呢我们就逾其另一边 在逾其另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按着control 来把这个线挺直 然后我们就在另外一边这一边,我们按一下就好 我们按了一下,然后我们才放开control 然后我们才在那个键盘上按enter就好 按完了enter之后,我们这个线才是真正的形成了 形成了过后,我们现在看着它那个线很细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调出,怎么调出呢 我们倒回去这个object 我们去fill and stroke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我们去这个stroke style 我们把这个width这里我们反摆它 然后我们type3,然后按enter 然后我们的线就会看得起来比较粗一点了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 好,接下来我们再选回第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再复制这一条线 然后我们就按control加d还记得 OK,复制了后我们就按着control把它移下 OK,按着control是为了让它可以直直的下 OK 好了之后我们就放开滑鼠键 我们才放开control 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在deselect过后 就是在空地我们按了一下,让它不再被选择了之后 我们再按回这个bezier tool 就是这个画笔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这一个 两条线的上一条线 就是第一条线这边 我们在这个尾端,就是最初的尾端 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然后我们就斜斜的下 在我们斜斜下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着control 我们不要让它挺直 我们让它斜过去 当你挺直的时候 然后你移过去右边一点点 它就会斜过去 它就会帮你挺斜过去 这样子 你就不会说,如果你把 如果你把那个control放开的话 它就会很自由的 这样子 但是今天我需要大家来 按着control 让它挺斜的 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下面这一条线上面 我们按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 按着control别放开哦 然后继续的 我们在鱼上斜斜的 然后在这边也是按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重复的话 就是一直继续的 那个control就是不要放开 然后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画 我们就是画一个ZZ OK OK 好像如果有时候你们画的 好像不是很漂亮 好像比如说我画到这样 好像不太对了 怎么办 千万千万记得不要按undo 就是control Z 不要用undo来 来回复 因为现在这个行星呢 它还是属于 不是成型的线 所以我们如果好像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画错了 这个行星好像画错了 我要画成ZZ的 画错了怎么办 我们就要按键盘上的 那个backspace OK 你back一次 按一次它就back一次 所以我现在要back多一次 再back多一次 才会恢复到这边 这里的全部正确的话 我就不需要再back 就不需要再backspace OK 我再继续按着control 然后再继续画 在这边再点 继续点 OK 好 现在呢 如果好像比如说 我现在好像我画到一半 然后我enter了 好像可能不小心enter了 OK 我按了一个enter 在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我想要再继续 OK 继续到微微 这样的话 然后我又要他们是在同一条线的话 怎么做到呢 怎么做到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确保 这一条线是被选择的 如果它是没有被选择 好像比如说它已经这样的情形 就这个时候呢 你就一定要选回第一个工具 然后再选回它 然后再选回这个画笔 然后再继续这边 你会 你放大一点来看 你会看见 这一个尾端这边 它会有一个点 这边一个点 这边一个点 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开始的话 当我们要从这边开始的话 我们一定要点着 我们动到这个点的时候 它会发红 就会显示红色的话 我们才可以开始按下去 如果它没有变成红色的话 你按下去的话 它是不会连接在 跟这个同一条线的 所以 只要我们在这边 给 鱼动到它变成红色了 我们才按下去 然后我们才继续画 继续画的时候 记得还是一样的 要按着Ctrl 让它挺斜着去 然后再继续画 也是一样Ctrl没放开哦 继续的 就是这样子画 一直到微微去 OK 就到这里就好了 好了之后 按Enter 就完成了 这个第一个部分 OK 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一个Wheath OK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Wheath这边 我们把它调后一点 我们把它调二号或三号也可以 我打三 Enter OK 所以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要选回第一个工具 我们选回这一个第一条线 这个我们一开始画的那个横线 OK 然后再按着Shift 选择另外一条横线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 OK 按Ctrl D复制 Ctrl D按一下 然后就复制了 就可以放开 Ctrl 然后复制了过后 好像这个时候 我会教大家另外一种方式来移动这一个 这一个两条线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又 我们好像 我们好像如果是要移动一些比较细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按到别的东西 然后就 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我会有两个方法 教大家如何 比较轻易的 移动这一个被选择的东西 OK 第一个方法就是 你会看到键盘上 我们会有上下左右键 上下左右键 我们只要在那个上下左右键 我们按下就可以了 按着下 它就会于下 OK 所以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 但是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样 我再Undo回去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你就是在键盘上 你会看到一个ALT 我们叫做Alt 按这个呢 按着那个Alt 我们在这个空地 你看啊 好像我现在 现在已经选择这两个了 OK 我已经复制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空地 你看我的 你注意我的鼠标哦 我按着Alt的话 你看那鼠标 它旁边会出现一个加 OK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们移下 你不需要碰到 它们都可以移下 看到吗 但是你一定要确保 它是被选择的 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移下的时候呢 你按着Alt 以下啦 Alt 不可以放开哦 移下了之后 你就顺便按着 Ctrl OK 因为Ctrl就是 Ctrl的那一个 那一个 Cmd就是说 让它挺直的下 直直的下 OK 同时 OK 同时也按着Alt 以时下 然后 然后你就放开 滑鼠了之后 才放开Alt 跟Ctrl OK 这个是第二个方法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按回去 画笔 好 这个时候呢 我要教大家 如何画一些曲线 OK 怎么画呢 一开始 我们就在这一个 上面这一条线 我们单击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斜斜的 斜斜的 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可能你不需要按Ctrl OK 就不需要按Ctrl 你斜斜的下 到了下面这一条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请 就不是单击的 就是要直接按着 拉 你会发现 OK 大家请别放开滑鼠键哦 所以你在拉的时候 你会看见 它会多出一条线 看到吗 那条线 我们是称呼它为一种 弯曲的那一个 调整 调整的那一个轴 OK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大家 加到一个键盘上的 Ctrl键 所以你按着Ctrl的话 你看啊 它会挺横 它会挺横的 就是直直的 挺横的过去 所以 所以 滑鼠键不要放开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 Ctrl也不要放开 所以我这样子拉 一直到 好像你一开始 可能你会不习惯 OK 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OK 给予出鞋者 会觉得很不习惯 因为这个东西 好像说 它比较 跟别的那一个 软件 会画软件 是比较不一样的 一个工具 不过 这个工具呢 是可以画到 很多东西的 所以 大家如果学会了 你们可以画到 任何你想画的东西 这是真的 OK 所以接下来 现在呢 我只要拉到 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然后我们才放开 滑鼠键 然后才放开 Ctrl 好了 之后我们在 鱼上去这一集 这一个 第一条线这里 然后按一下 好了之后 我们就按Enter OK 这个区线就完成了 OK 就大家就练习练习一下 因为这个给予出学者 通常是会比较 比较困难控制的 不过 不用紧 我们只要再练习 练习一下 就不会有问题了的 我教过这么多学生 都不会是很大的问题 他们 十个都会有 五个都可以 很好的Ctrl OK 所以 但是如果好像那些 比较慢学会的 其实也不用担心 只是慢而已 但是只要他很努力 他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 可以学上手 OK 一样的方式 现在我要继续 把这个曲线 画完到尾尾的话 一样的 我要确保 这个东西是被选择着的 然后按回 按回这个画 画笔 然后我倒回这一个点 变成红色了 我再继续按一下 然后再继续下到 这边小斜 这边下面的这一条线 然后我再继续 按着拉 按着Ctrl 让它挺直 然后继续的 移回上去 放开了 移回上去 然后再按一下 然后如果你比较有信心的话 你就继续画 如果画错的话 就按Base Space就好 不要 不要用Undo的方式来 来退 倒退哦 OK 如果你有信心 你可以继续 OK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你好像 如果你 你一画错 可能你会不小心 按到别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不见了 因为 可以的话 如果你要安全起见 你可以按Enter 过后才来继续 会比较安全 不过给予比较熟悉的人 我会好像他已经可以 很好的Handle 过后我继续会跟学生讲 然后你就试看 试看 Continuous 就是不断的继续画下去 而不要说 画了Enter 画了Enter 让他做多一个 更加深入的一个练习 就是 继续的画到微微为止 OK 所以现在我要释放 就是 不断的画到微微为止 OK 所以一样的 按完了 按在下面 按着拉 按着Ctrl 然后放开滑鼠键 才放开Ctrl过后 再移回上去 再按一下 好了之后 我们才按Enter OK 好了 所以这一个弯曲线 就是这样 然后 我们再把它的哪一个 粗细度 调粗一点 我放3 Enter OK 所以 好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我再放小回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 重复画 OK 大家重复画 这一个跟这一个 OK 但是重复画的时候 而且这个时候是画比较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OK 这一个直线 我们可以复制 OK 我们可以让学生复制 也就是 你的小孩 我复制了过后 然后 我把它移下 然后这时候呢 我在他身上 在这一个身上哦 就是 你不可以在这边按 你一定要在他的线条上面 按一下 你看到他旁边的 那个调整器 它就会变了之后 我就 让他 转成直的 我按着Ctrl 在这一个角落 转 一起转直 OK 一定要按着Ctrl 如果不是的话 它是不能够挺直的 OK 好了之后 我把它移到这边来 OK OK 好了后 然后 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 因为有些学生 可能他会懒惰 他会直接复制这边的放过来 就是这个Z线 复制的放过来 千万不要这么做哦 因为你要记得 这一个基础课的 那一个目的是 要让学生 熟悉的 使用这一个画笔 所以 所以 我会一直鼓励学生们 你一定要做到 就是 老师说的 你一定要照做 不然的话哦 过后接下来 如果你要再 一直用回这个画笔的时候呢 你会一直想要避免 不要再用它 但是它真的很重要 它可以画到 你想要画的东西 因为过后我会 我会再做一些示范 就是 基础办过后 我会再做示范 让他们知道 为什么这个画笔这么重要 总之它是很重要 现在你照做 照 照着老师的意思去做 就没问题了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 也是一样 我做一个ZZ 它是执行的 OK 所以 我会以比较快的方式来 来完成给大家看 OK 所以你看 你在移的时候 你也是要小心 有时候你会移太过 看到这样子不对了 你就移过来一点 一格 然后再继续按 这个时候 也许你可能 你会觉得你比较 有信心的话 你就连续画 OK 就不要 不要间断的 如果有画错的话 只要按Base Space 就可以了 OK 好了之后 Enter 然后再把它调出一点 3 Enter OK 好 接下来再继续 复制这两条线 按Ctrl D 然后可能你可以按着Alt 把它移过去 在移过去的同时 按着Ctrl 跟Alt 然后放开滑鼠键 才放开Alt 跟Ctrl OK 接下来还是一样的 我们再继续按回画笔 我们再继续画这一个 弯曲线 OK 这个弯曲线 我们这个时候是要做直的弯曲线 所以我从这个角落 按一下 OK 就做一个比较快的方式 给大家看 你们要做的练习就是这样 OK 弯曲线 Enter 可能不要Enter 我们要继续完成它 就是不要间断的 OK 一样的 按着拉了之后 按着Ctrl 然后再继续 按 再来 在下面 按着拉 按着Ctrl OK 再继续 然后到最后 OK 就这样子好了 按Enter OK 让我们最少画的三片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OK 就是三个弯曲线 已经算是合格了 只要是 很完整的 OK 然后把它放出 按3 Enter 好了之后 OK 现在 让我们来进入最后一关 也就是弯曲线 怎么做一个弯曲线呢 现在我就要来教大家 我们再按回这个 画笔 OK 好 在这里呢 我先把这几个东西 变小一点点 我把它放大 就选择宣布 然后再把它缩小一点 OK 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 鱼过去一点 OK 我要画在这边 弯曲线 OK 好 放大一点 OK OK 这个时候 选回画笔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 先按一下 OK 接下来 我们就学斜了下 斜斜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按着Ctrl OK 按着Ctrl 然后按着拉 OK 它这个走出来 OK 好了之后 放开滑鼠 才放开Ctrl OK OK 然后呢 再斜斜的 倒过来这边 OK 我们再一样的 按着拉 在拉的时候 按着Ctrl 挺直 挺直那一个 调整的那一个 挺直它 然后之后 放开滑鼠 才放开Ctrl 再继续斜斜的下 我们就对准这边 对准的斜斜的下 到这里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 按着滑鼠 拉 再拉的同时 按着Ctrl OK 好了之后 放开滑鼠键 才放开Ctrl 然后再继续到 微微的时候 这里 按一下就好 好了之后 Enter OK 就是这样 弯曲的线 OK 然后呢 在WIFT这边 跟它改成3 好了之后 我们再选择回 第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复制它就好 Ctrl D 复制它 然后移去 另外一边 再移过去的时候 按着Ctrl移过去 OK 到这边 放开滑鼠键 再放开Ctrl 然后按在键盘上的Hash键 就是左右翻转 好了 就是这样 所以 今天的第二步基础课程就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 请留守住Dynabook小学教育分享区 我们会再继续上载接下来的电脑绘画课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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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